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载质天下》第898集 由于阳为您播讲 正如韩宣辉所言 的确不合用啊 张纯附和着 他也觉得最好让虎翼水军继续在金鸣池里滑龙船好了 每年天子与民共乐 少了金鸣池征标这一道风景 热闹就差了许多 那就依张书密韩宣辉之言 不过还有驻地之事 冠军水师到了高丽 驻扎在何处 蔡雀询问 记得高丽南方有大岛 以京史之学论张纯是殿中最出色的一个 两颗近视 听到韩刚说要就开始尽力回忆 只是依稀记的 但名字记不清楚了 可是 沃国 张早问 丹罗国也能算一个 韩刚口气委婉 其实是指明了张早的错误 几名载府都看了一眼韩刚 明显的是做了不少功课 看起来为了今天的提议 已经准备了不少时间 不过 丹罗国太过偏于南方 可能并不合用 韩刚又道 所谓的丹罗国应该就是几州岛 可韩刚也不能完全确定 但除了几州岛之外 朝鲜半岛西海岸的大小岛屿并不少 用来驻扎水师 远比更偏南方的几州岛 要合适 只要熟悉地理的人肯带路就行了 至于以后站不站下来 那就另说了 以臣之见 过几日可以再召高丽使者上殿 既然过来求援 想必乐于见到朝廷出兵 用功名利路钓不上来的大鱼 以忠义为耳 就会自己咬钩了 韩刚想着 便说道 到底哪一处更为合适驻兵 可以让他们推荐一下 真够黑心的 好几名仔俘都在想 蔡雀笑道 求人得人 当不会拒绝 韩刚轻轻点头 这件事差不多应该定下来了 虽然只是顺水推舟 却对未来大有逼异 辽国吞并高丽 可能带来的海上骚扰 也不是坏事 就像现在 能让朝廷上下都警觉起来 加大对造船业的投入 就是一个好结果 在韩刚看来 大宋的根本虽然还是陆地 但海洋也不可偏废 一旦官军控制了海洋 也就让辽国多了一段 必须要防备的国境线 无论如何 都是一件好事 一番议论之后 就在殿上 将出兵高丽的事情定下来了 看起来是有些儿戏了 但那毕竟不是去打仗 不过几条船 迁余人去巡防 仅仅是走得稍稍远了 那么一点 事情不妙 转身就能跑的 辽国的骑兵 也追不上来 些虚小事 宰府们都不介意 给韩刚一个面子 这份人情之后 肯定是能拿回来的 不过 韩刚回去 还要写杂子 口说无凭据 公文上的程序必须要走 日后查验档案 整理国史中的个人传记 也需要各方面的资料来证明 当然写在纸面上的文字 绝不会是跟辽国抢食 而是义正词言 正大光明的去援助在辽国铁蹄下苦苦挣扎的高丽 刚刚击败了辽国又夺回了大片的土地 京城脚下的百万军民心气正高 援助外藩 不被辽国侵扰 保其传承不绝 这就是天朝上国该做的事情 到了如今 京城内外还怕辽国的也没有多少了 贤臣名将无数 三军又各个精锐 醉不成气候的精盈 都能将辽人打得丢盔弃甲 河北运气差一点 但也是将辽军的主力给堵在了三关之外 现在高丽使者求到了京城来 朝廷出兵表示一下 甚至能得到百万军民的欢呼声 接下来的两三日 韩刚都在炮制他的奏章 朝廷需要一些准备 高丽使臣那里也要稍稍亮一下 韩刚也就不用着急了 而这几日 金替柳洪和他们的随从 都被约束在驿馆之中 免得一群人乱跑乱说 乱了朝廷的计划 金替在出发之前 曾从国主手中 接受了一笔丰厚的财物 让他抵达开封城之后 用来收买大宋朝廷里面的高官显贵 好为高丽说话 可他现在根本连门都出不了 到底能拜见哪一个 但金替所不知道的是 他一登案 他带来了什么人 什么物都被打探了一遍 宰府们都很清楚 金替手上的那些 都是贵价货色 可那终究是在高丽 在大宋可就要差上一筹 此外的一匣子黄金 也算不上多么贵重 想拿来买好大宋宰府 根本是痴心忘想 不过这笔钱 若是给下面的黑心官吏骗走了 朝廷的脸面上也过不去 蔡雀专门下令 让同文馆官吏严加看管 如果让高丽使者或随从溜出去 职守的官吏从上到下都是要严惩不待 正是唐那边还私下里传话 那个严惩不待就是流放 沙门岛绝不宽佑 第二天就有一名随从得到了一个机会 潜出了同文馆 但没有几步便被拦了回来 很快一名被打断了四肢的同文馆立员 便被丢上马车 在同文馆诸官吏的目送之下离开了京城 看他的情况 莫说沙门岛就是开封府界 都不一定能出得去 朝廷如此激烈的手段 让同文馆上下为之一领 不敢再为钱币所诱惑 金替也战战兢兢的好半天 万一他的动作惹怒了皇后和梁府 这一回可就只能打道回府 不过大宋的朝廷幸好根本没有理会他 只有管办使来陪他说话 管办使是太常礼愿的人 很普通的一个礼官 完全没有当年来大宋时所受到的礼遇 金替与这名管办使聊天时 更发现对方是个话搂子 什么都往外道 根本就没有过去接触过的管办使那般 稳重和真词卓句 小心的不在言辞中留下可以利用的破绽 所选非人从这一点可以看得出来 大宋朝廷根本就没有将他们这群高丽求援的使者放在心上 几天来 理官都带来了最新的有关高丽的消息 就在今天早间新的信息被送到了 开经被撩人攻破了 虽然说理官当时也讲了 到底是不是谣言还得加以验证 可金替已经不再抱什么希望 从一开始就有说开经陷落的消息 不过从时间上算 辽军就算跑得再快 也不过刚刚能摸到开经 但那样可是要沿途都是毫无阻碍的平原 而且寻找食物和饲料还不能浪费时间 怎么看都是谣言 之后开经陷落的消息接二连三的传来 但仔细询问之后 从来都不是金言所见 而是道听途说 但今天的情况就不一样了 登州之州密报 辽国攻下开经的消息 已经为十余人所证实 这些证人都是从高丽逃出来的商人官员 并不是一处来的 不同渠道都证明了同一个消息 那么也不需要再多的怀疑了 金替已经开始绝望了 如果没有一个朝廷 至少一个国王在高丽维持局面 以证明高丽国依然存在 大宋是绝对不可能出兵相助的 甚至原本已经答应下来的军器 都会有了反复 他如同困兽一般 尽管同文馆的馆设 远比他在开经的住宅要宽敞得多 甚至除了规模略小 建筑装饰摆设 都远远超过高丽的王公 但他还是觉得喘不过气来 喜事 喜事 大喜事 李官几天来 第一次不是按照规定的时间登门作陪 更没有让人通报 直接冲进了金替的房中 身后柳红和一群随从跟着 都没有把他给拦住 金替转过身来 苍白的脸上没有一丝期待 声音干哑的问着 什么喜事 大喜事啊 金大使 韩玄辉今天递了渣子 说是要请朝廷出兵援救贵国呢 韩玄辉 金替和他的同伴们都惊呆了 怎么 还不知道韩玄辉是谁 来报信的李官显得很吃惊 瞪大眼睛 就是中豆 哦 知道 知道 金替的头点得如小鸡灼米 一叠声的表示自己很清楚 韩玄辉究竟是何方神圣 只是前日在殿上 韩玄辉一言不发 今天又突然上书 金替实在是没有想到啊 哎呀呀 大使你是不知道韩玄辉这个人呢 韩玄辉向来不轻眼 言必有忠 他既然 哎 肯定是深思熟虑之后才做的决定啊 原来如此啊 金替点了点头 正想细问 就听那李官披头盖脸的一顿话砸过来 韩玄辉既然上了书 那么太上皇后就不会博他的面子 梁府呢 一般也不会否决 若说到兵士啊 当今朝中也就是韩玄辉和吕张二淑密了 遇上四方兵士 有韩玄辉提议张淑密在支持 没有不通过的 想起前日殿上 立主用武的张淑金替一口气长输出来 大宋国中两名地位最高 且又在京城的帅臣都表态要出兵高丽 想来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不过想是这么想 但细节呢 怎么出兵相助 什么时候出兵 这些地方才更为关键 若是当年的王淑密还在 可就更好了 那可是手把手将韩玄辉给交出来的 一肚子的兵法全都传给了韩玄辉 那李官扯着金屉的袖子贴近了说话 大师啊 你是不知道啊 说到韩玄辉的学问 圣学是张文成先生所授 如今已是名垂天下的大儒 遗数是孙耀王亲手 一个中斗便救了几千万条性命 其他还有更多 听说啊 正在研究怎么抛妇救难产 太医局下面的医工 快给他操练的赶上话陀了 你说厉害不厉害啊 的确是厉害 金屉点头表示同意 正要再说其他的 却被李官又抢先了一步 这打得撩人魂飞胆裂的兵法 就是王淑密传下来的 那王淑密啊 可真是能耐 不要钱粮 不要兵马 在关西三年 就把西河路给拿下来了 还顺便提拔了韩玄辉 另外打到西域区的王团链 跟宫里的王留后 去蜀中平乱的赵钱侠 都曾经在王淑密帐下听命 也就韩玄辉的表情 最近刚输了一阵 其实之前呢 也打得很好 张淑密帐下第一得力的大将 京南和娇志都参加了 就是这一回不小心输了一阵 金屉张了张嘴 我说 大师你想想 李官根本没有在乎金屉想说什么 娇出了这么多的将帅 本人又会是什么样的水平啊 可惜啊 天不假年啊 要不然有他挂帅 这一回连幽云十六周都给夺回来了 李官叙叙叨叨 话题已经离了正题不知多远 金屉心中急得如同有猴儿在挠 抓心挠杆的 恨不得掐着对方的脖子 让他说重点 天使道 外面拖长声音的通报终于打断了李官的话 一群人匆匆赶到外院 只见一名身穿紫衣的内侍已经进了院中 见到金屉和柳红便立刻拖着腔吊道 太上皇后有旨 着高丽国使金屉柳红速速上殿 金屉强压着兴奋 再一次来到锤拱殿 殿上载府与前日并无差别 不过金屉的心境已经变了 毕恭毕敬地行了大礼 太上皇后的声音从连后传来 金大使 下沉在 这几日朝廷都在记忆 如何救援高丽 不义北鲁早就在之前就攻下了开境 皇后的开场白让金屉心中一领 一字一顿 城虽破 国为王 但也有消息说 王辉已经降顺了 如果高丽上下全数降服 甘愿为北鲁找牙 中国也只能放手 殿下 金屉脱下头上的官帽 跪倒于殿上 急叫道 下国项目中华 虽在海外 三尺童子 一知忠孝仁义 岂会为达鲁蛮夷所趋 纵有趋 也只是敷衍而已 等中国援兵制 必当皆干而起 何况 纯亡齿寒 高丽降服 辽国势力更增树城 大宋 若做事 难免日后之忧啊 韩宣辉也是如此说 高丽既是中国藩国 共事秦锦 在情在理 不能不救 金屉 瞥了一眼 韩刚 那位年轻的大臣 依旧跟前日一样 石雕木偶一般 不动不眼 所以朝廷 现在也决定了 还是要出兵 援助高丽 金屉 脸贴地面 中国相救之德 下国千岁万年 一不敢忘 不过 中国刚刚 与北鲁一番大战 在其大军 尚有些困难 但如韩宣辉说 至少也要 保住一点血脉 所以先出动 水军一步 与贵国联络上 然后再决定行旨 连后的声音 稍稍一顿 不知金大使 柳副使 你二人中 哪一位 愿意回去联络 国中的忠臣 是配合我官军呢 金屉这些天来 第一次露出了笑容 对着慷慨仗义的大宋 君臣再败起身 然后躬身倒退着 与他的副手一起出了店门 面对可能是九死一生的任务 金屉毅然接受了下来 甚至请求今天就出发赶回高丽 与还在抵抗较人的势力联络上 同时他向朝廷推荐了江华岛 韩刚声称官军远来必须要有一个安全的落脚地点 金屉不宜有他 又或许是想到了却巴不得大宋能插足进来 所以推荐了这个据他本人说 是独一无二的绝佳驻地 江华岛距离开京并不远 位于阿丽水的河口 地理位置绝佳 岛上还有山峰 具有险要地势 更有宫廷泊船只的港口 往来商船 进入阿丽水 也都要经过江华岛 看遍高丽西岸 再无一处能比得上江华岛 听金屉这么一说 殿上军臣都觉得 的确是个好位置 只要能够切实封锁 临接陆地的海峡 江华岛将是大宋 控扼整个高丽的战略要点 而且据金屉及柳洪所言 江华岛至少有一线之地 面积不小 足以铸屯大军 而且既然这个岛位于河口 那么肯定也有冲击出来的土地 多多少少也能种上一点粮食 只是这么好的地方 除非高丽的历代国王都是瞎子 否则就不会放过 在垂拱殿上的 除了坐着的 哪一个不是明白人 再追问两句 金屉也老实地说了出来 江华岛本来就是开京 对西方莱迪的第一道防线 早有成寨修在岛上面 也驻有一部分兵马 甚至还是行功所在 刚才您听到的是 于扬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 《载职天下》第898集 欢迎继续收听 《载职天下》第899集 《载职天下》第199集 《载职天下》第199集